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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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剛才所說的過度活躍 有多活躍呢? 有些人不專心 每個小朋友都不專心 你叫他玩一件事,沒拿 他就走了 有些家長過分擔心 應該怎樣去看 想給他一些分享 我怎樣看見小朋友是否過度活躍呢? 他們說,我的小朋友 很大,三歲 都不想說話 或是說得很簡單的智慧 這又是否反映到一些問題呢? 其實是的 我們發覺有些小朋友 學說話比較遲緩 可能是因為 神經系統的發展 比較慢一點也不一定 又或者我們會見到 有些小朋友 他們在一個多種語言的環境之下 他們學習語言也比較慢一點 譬如,爸爸可能是說英文 媽媽可能是說國語 加上工人姐姐可能又說菲律賓話 那時候,小朋友比較難 在一個單一的語系環境下 發展他們的語言能力 其實我們發覺是慢一點 但慢也有個界線 譬如去到三歲 都沒有一個整句句子的說話 我們就真的要擔心 他會不會是 有時候家長未必留意得到 不單止是語言方面的能力 甚至乎可能聽覺 可能會不會是他聽話比較差一點 又或者某些頻率他聽得不太好 對於語言的理解比較差一點 所以去到這個階段的話 如果發覺語言有問題的話 都可能要去找一些專業人士 例如一些言語治療師 我們去看看 會不會他們有這方面的需要 要幫幫小朋友 聽覺 可能也跟過度會語就沒有關係 會得一切,他聽不到 或者學得慢一點 如果說小朋友 他們有過度會語症 那種聽不到又是另一回事 譬如我跟他們說 要做五樣事情 可能他們聽得到頭兩樣 第三、四、五 因為沒有心機聽你說話 就已經忘記了 不是說完全聽不到 完全不理解 至於小朋友 如何為之過度會約 其實我們要從幾方面去看 先看他的行為 是否真的從小開始 例如兩、三歲已經坐不定 爬高爬低 其實小朋友 我們有時候給他一些規矩去跟 例如你一定要在某些場合之下 例如有些人說去到酒樓一定要坐定 定 去到教堂一定要靜靜 在課室裡面一定要坐 坐著 聽老師說話等等 如果 在說完之後 他屢次都不能夠改善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可能要看看他其他的範疇 例如他會不會說 要去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例如抄寫功課 例如他小朋友已經開始練樂器 練琴 重重復復地去彈的歌 他都沒有什麼耐性 例如兩、三分鐘就要起床 甚至乎擔天望地 做功課的時候 攪拆交文具 其實可能是一些象徵 即是經常告訴我們 小朋友可能有角度會藥症 是否有得醫的 以前未有那麼多認知 時 兒子壞 未開竅 或不是讀書材料 那些 其實這些是否 你發覺我們找到專業人士 斷了症後 其實是否可以幫到手 其實角度會藥症 其實是有得處理的 其實我們發覺所謂的角度會藥症 有一個遺傳的傾向 未必說父母一定有這個病 當然如果有的話 下一代有的機會也是大 但有時候 爸爸媽媽可能他們各自的基因 在小朋友身上組合了 導致他們有這樣的情況 甚至乎是一些環境的因素 甚至乎我們一說 食物的添加劑 我們都說不完 始終來說 如果小朋友有一個角度會藥症的情況 我們都要面對處理 說到病是怎樣來的 我們發覺原來是一個 增壓的一些 腦內的分泌叫做多巴胺 原來它分泌不足 就會令到小朋友出現一些 這樣的症狀 純粹是一個身體的症狀來說 不是靠一些行為的治療 可以完全補足得到 我們發覺小朋友 如果病情比較嚴重的話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 用到一些藥物去幫他們 食質藥會怎樣的 藥物亦有不同的種類 但整體來說 我們發覺小朋友 如果真的斷了這樣的症狀 而食的藥物適合他們 其實很快就會見到 他們已經可以坐定定了 但是很多時候 初初吃藥的過程 很多老師或家長 會比較擔心些少 會害怕 為什麼小朋友吃藥後 牛了呢? 它是不是那些藥 裡面會不會有真正的成分 令到小朋友坐定定 等到他不動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發覺這些是謬誤 食了藥的小朋友 他們會比較專心一點 意思就是說 譬如老師說的話 他們會留意老師 在過程中 一直聽著老師說的話 以一些身邊的刺激 其實我們這樣說 每一個人身邊不同的環境 都會有不同的刺激 視覺、聽覺 譬如窗裡有隻雀鳥飛過 有人走過 有人說這些話 旁邊有個同學 將東西弄掉到地上 沒什麼聲音等等 這些每樣的刺激 都會吸引著我們 我們會望一下 去看一下 但是當一個小朋友 有過度藥症的時候 會稍微容易受這些外來刺激所影響 所以老師說的話 突然之間有些事情發生了 我們便會看過去 將我們的心神去到別處 老師說了什麼 已經忘記了 但我們發現 原來小朋友吃藥後 他們會令到更容易 去追著某一個 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個題目 譬如老師說的話 我們覺得有需要去聽的時候 我們便會比較有心思去聽 其他那些所謂無謂的刺激 我們的腦就會過濾它 會讓某些家長 某些老師他們有個錯覺 小朋友是否呆了 其實不是的 當他們上完課後 你試試問回小朋友 剛才老師說過什麼 他可以一五一十 這樣說出來 證明小朋友不是呆 真真正正的呆的小朋友 是坐著發白日夢 不知道在想什麼 那些才叫呆 但呆不是病 其實不是 小朋友會發夢 發完夢 其實挺有趣的 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有時會想 我真的可以死蠢 讀書不行 讀不讀書 是很多原因 很多因素 不一定是因為蠢 或懶 或是因為要早及早 要了解 小朋友的問題 剛才我剛才說過 我們過度會約 有些藥物可以幫忙 譬如說自閉症 或者他對人與人之間 對洗肌有興趣過 另外一些事情 那裏是否可以治療 其實我們發覺自閉症 是一個腦發展的病 我們不能夠完全根治 一個所謂的自閉症 不過自閉症引發出來的問題 我們往往用其他方法 可以處理得到 例如如果小朋友出現情緒問題 其實自閉症的小朋友 很容易會有情緒波動 可能有些藥物會令他們 沒有那麼多脾氣 或者可能情緒會比較平穩 不會那麼容易大落 還有我們發覺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雖然有自閉症 但他們都會有過度會約的傾向 這些情況之下 令到家長去教他一些 簡單的社交技巧 或者教他譬如讀書 都會更加吃力 這樣的情況之下 亦都是我們對症下藥 如果他有過度會約的情況 我們甚至乎會用過度會約的藥物 去幫助他們 其實到最後 我們都是希望小朋友 在一個最理想的環境之下 去學習一些 譬如他們不太聰明 人與人之間的技巧 我們教他們一些社交技巧 雖然背後未必有一個情感的內涵 譬如你看到大人早上 要說一聲早晨 他未必很出心這樣說 但如果他們可以學習 將這些動作成為生活習慣 慢慢地 將來代人節物的技巧 好一點 他們的路都會更容易走 沒錯 很重要 我們有時候也說 父醫生說了很重要的點 我們如何幫助小朋友 將來成長後的路會更容易走 接下來的時間 很難得找父醫生 幫我們分享這麼多重要的資訊 以及小朋友的理論 以及小朋友的理論 以及知識 我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有家長都會想 我兒子要考小學 他有很多問題 我們一會兒回來 和父醫生說 究竟這個階段的小朋友 有什麼要多留意 以及要多找一些正確的方式 去幫助小朋友 令這條路好走 好嗎?